去朋友家 送东西 买了一个坐垫 据说很好 然后 先去星巴克吧 在路上再和大家 一起聊天 这东西拿不住了 然后出发去朋友家 你们有没有用苹果13呢 我不知道苹果13会怎么样 我发现了 它反正经常的 就是用广角视频 后续射箱它的时候 老是会拍了一半卡住 这个几率呢 30% 然后卡住过一会儿 你如果不去动弹 因为比如说像 我现在放放在架子上的 我就会听到它 有一个提示音 大致的意思就是不录音了 然后这个我在 一开始我之前的视频里面 有说过 我说我以为 是我手啊 碰到 触摸感应太强 后来发现不是这个样子 我有一次双手拿着 眼看着它画面卡住 然后就跳掉了 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一般苹果的最新的这个系统 我也不太敢更新啊 每次更新完之后 都会出各种奇怪的问题呢 然后又需要你们陪我 走过这段路了 不是我给你们分享 是你们陪我 然后 有人看了几期视频 说 我这人不能交朋友 我其实非常认可他这句话 我觉得我的确不适合交朋友 因为 以前老Q就说过 他说你 最大的不好就是 看谁都是傻屁 看谁他妈的都笨 至少都低 就他妈属你最聪明 的确我有这个缺点漏袭 我自己也知道 但大部分时间真的是有点看不惯 如果这个深夜 深夜档的这个节目啊 能持续做下去啊 有动力做下去 我做这个不是为了 因为想模仿电台 或以前有学过 所以才做这样的节目 不是这个原因 而是 我想去讲一些真实的案例 就因为你在巴提亚 会碰到形形色色的国人嘛 然后就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就你知道对吧 一个家庭 一家三口 每天都会有 乱七八糟的事情出现 就更不要说一个队伍 这个事情多的是 不要不要 那么 反正结论就是想 就多到你们想象不到 然后呢 在描述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是事件的描述 不会显得特别的突兀 就是 不是以举例的方式来说明 一个人做事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因为如果是举例子的话 有些人不一定听得懂 有些人觉得你这个例子不恰当 因为事件不断在变化 所以我想通过 讲碰到的这些个国人 包括以后可能会讲 我之前的一些经历 以及 讲在 泰国碰到的 我们一些国人的骗子 那么 从中 大家可以看到我做事的这个风格和方式 那现在总共讲了三期 就已然已经觉得 有人觉得我不适合做朋友 我还是非常认可这句话的 所以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昨天第三期 为什么我没有用 黑色的那个背景呢 其实黑色的背景 它不占 那个 不占内存 不大 它就是一张纸你知道吗 只是把它无限拉长了 然后呢我发现 这种做法呢 因为它 已经不是视频了 它可能就是音频 我们知道 B站是有音频频道的 我又懒得去区分频道 怎么还有专栏付费频道 我懒得搞 所以呢我就去拍一段 录 这样的话 大概我去买星巴克 加上去囚房 总共大家看到的应该是 实际是20分钟 那我讲的这个内容呢 尽量控制在20分钟 这样就不算了 这样也就是变成一个视频了嘛 然而呢 我发现 我要看今天的这个结果 因为如果是音频的话 我发现它的这个访问量 和那个玩播率 不高 可能看视频的人 喜欢有画面嘛 我不懂啊 不断地在做测试和调试 那 呃 作为 四秒 三秒 卧槽 你还要转弯 大哥 大妈神经病 卧槽 那摩托车也是 哇 你妈 在这根道上转弯 疯了 还要喂喂喂喂 你妹 哎 抱歉 我怒怒正了 好嘞 一怒又忘了刚才说了什么 说的啥呀大哥 啊 就是 做 up主 对吧 做博主 肯定是希望流量高的 流量访问量高 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 呃 我说了 除了油管以外 特别是像 B站 粉丝群那么高那么高 呃 有时候播放量也那么高 但是能 就它的这个收入啊 可能只有 头条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就在这里 二十万一条 播放量的这个视频 我在 头条可能只需要 两千个访问量 它就能满足 所以这个差距啊 就不是一心半点 因此 收益这一块 我还真 没有太在意 因为 它每天连我的新兵乐 都没办法 对吧 报销 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那 为什么我希望它 有更多的三连点赞呢 三连点赞 包括玩播率 就可以推更多的流量 给 有 贴了这个标签的人去看 这样的话 就避免 可能某一两个爆款 然后把人吸引过来之后呢 因为大凡 就像我 我觉得我认为大凡的人 如果不是真爱凡 他就看你这一期视频 他不会去翻以往的视频的 除非你这一期讲的特别好 他可能就会去翻一下 以往的视频 然后最多呢 看一两个 看一两个呢 觉得这一两个的视频内容 和他想象的 或者是想要的 它不是一个东西 那他就会不再去看以往的 那后面就看运气 可能就会跟着这个频道 继续看下去 但是以前的东西绝对不会碰 那以前的东西的这个展示量呢 又只能取决于那些个 比如说在搜某一个话题的时候 偶尔会搜到我的视频 这样会造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我有时候可能需要一个重要的话题 我认为它重要 我认为它在泰国生活是完全有用的 那就会重复去说 重复去说呢 能让新来的人听到看到 但是呢老用户觉得 哇操你又炒冷饭 对吧 你说来说去又是这么一些东西 妈的老子听咽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一个点 所以如果一站三连更多 然后包括头条西瓜视频 常按点赞用强力赞的话 就就就 它就会推给你的这个流量会更大 这样的话看到的人就更多 请相信我啊 就哪怕多个平台一个月加起来 给我一万块钱人民币 我认为对我的帮助没那么大 就像今天股票 哇操又会五万 你妈莫名其妙 就它对我实际的帮助 也有 你说一万块钱人民币一个月 我你妈 高质量的女孩子也能找五个 是这意思吧 但是 我看重的 让大家知道 分享给大家的这个 这个内心的这个想法 重要程度是远超于 这个经济收入对我的这个帮助 如果说将来 不管是十万粉丝百万粉丝之后 那么可能他的收入会很可观 假设我像说三万块钱一个月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 牛皮了 所有的视频就必须得好好做 就除了内容是有用有效的以外呢 什么画面啊 剪辑啊 时常的这个控制啊 都有一定的要求 正如我做过很多测试 你看我会发不同的 呃 内容 并且讲述的时候的这个方式呢 也是用不同的 那么 我认为内容的核心 也就是标题 取得这个 有的这个作用 其实是最大的 然后呢 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标题的前提要求呢 就是 举个简单的例子 在抖音拍摄 你需要的是竖屏 就像我现在拍摄是横屏 抖音是需要竖屏 它才会给你基础的流量 那我比较懒嘛 懒得一个竖屏一个横屏 你看这个音景带真是多的 受不了啊 然后呢 抖音的视频呢 最好不要超超过三分钟 最好一分半 对吧 有些15秒的视频也能成为爆款 这个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属性 呃 15秒让我讲清楚一件事情 对我来说 15秒可能连曼谷的全称都念不完 对不对 所以不断放弃啊 只是在西瓜和头条发布的时候 它会默认直接同步到抖音 那么西瓜和那个头条又或者是B站呢 我发现10分钟到12分钟 它给你的这个流量是最高的 那我像我说的那些什么 通常控制不住对吧 一开心说个20分钟30分钟 看课觉得看了烦了 玩播率呢又变差了 你比方说你10分钟的视频 我看8分钟对吧 玩播率就80% 那你说我一看 卧槽 这个主播傻逼 那么叽叽歪歪在那边讲半个小时 可能看到这个时长 别人就看了两分钟 前两分钟如果没吸引力就关掉了 那这个时候的玩播率就是非常长 那么有了这个时长的这个标签 才会去做一个内容的展现 展现之后呢就要看标题了 你如果标题弄得好 那么点击率 就是展现量和点击率会有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如果比较好的话 那么自然会给你更多的这个展现 然而呢 我做的这个内容呢 又属于那种 瞎其巴扯淡的这种内容 你让我去定个标题 我定不来 然后呢我又不想做标题党 那些标题党 我说一个很吸引人的标题 结果进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又或者是整个二三十分钟的内容 只有一句提到这个 那这样的话口碑就会变作差 对吧 这就是很难取舍的一个 一个方向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痛恨标题党 但是标题党的这个流量就是高 没办法 所以我还是坚定的做我自己 那也就只能呼吁大家帮我 个忙 尽可能的把玩播率提高 把那个三联啊 强力赞啊点起来 这样的话就能分享给更多的人了 然后不是强求啊 包括像那个视频的这个分享 我看到有几个忠实的这个真爱粉 没事就会把我的视频转发给朋友看 给群里面的群友看 在这里我要表示很大的这个感谢 一般呢 我在巴提亚是片心并乐和 那如果你们来巴提亚 或者是来泰国 找到我了 那我请你们和心并乐 对吧 这都不是事 还有就是这两天看评论啊 我们来讲讲评论里面的一些 话看着不好听 但是对我帮助很大的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呢 如果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可能去会去回怼 我心情好的时候呢 我觉得讲的有道理的 我会自己的认真的这个思考 因为毕竟作为一个博主 面对了大众之后 你要符合大众的这个需求 所以必须得注重言辞 已经有不止一个人提示我了 对吧 在视频里面最好不要录纹身 不要抽烟 像这样教坏小朋友 反正就是不好 这样的话可能会被限流等等 那我呢 就天生就是一个属于 喜欢自说自话的人 因此很难约束到自己 如果我在做这个视频 我需要像工作一样去对待 那这件事情 我估计也就做不长久了 就很可能我就失去了 做这个视频的动力和想法 因为我提早六年躺平退休 就是为了自由自在 我相信有些人 有一部分人应该说 还是比较喜欢我的随时 我这个开车怎么永远开在 大家注意啊 在泰国开车啊 精神的 特别容易靠左行驶 我指的靠左行驶是什么 就在前面这根车道 你看开着开着它就往左偏了 所以这个是要大家注意的一个点 我现在从后视镜看 左边很窄 右边就很宽 然后我刚才说想举几个 关于在评论区里面出现的话不好听的内容 但事实上是有用的 正如刚才那个人说 我不适合交朋友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因为做我朋友很累 经常又被我骂 我觉得稍微他做的不符合我的预期 我就会喷 但事实上 可能别人做出来的这个事情啊 效果方式和目的 以及思维模式是我所不理解的 可能别人做的更好 但是我不管 我不管不顾 我觉得你他妈没做对 你就是不靠谱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我生活中的朋友 包括以前的公司的老板 还有合伙人 没有一个人逃过我的毒舌的 经常被我喷的不要不要的 在这里我对他们说 抱歉 我错了 我不应该自说自话 这个性格放在这里 那么又有人说 每次赶红绿灯 都要延迟当机一下 然后网络重新连回来了 就刚这两天 在看这个关于深夜党节目的时候 就是大家对于 这一块的这个分析 比如像老头 老头一直想知道故事的这个结局 故事结局就是 他们现在还在一起 只不过老头在曼谷上班 妹子们在老家带娃 老家哪里头 不利了吗 还不用管她是哪儿呢 反正就这样 安时给生活费 给的生活费也很低 当时老头看上他 就是因为 他提的需求也不多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房子也帮别人盖起来了 对吧 猪圈也盖起来了 又养了几头牛 几头牛 对吧 对吧